OK那现在我们再来抽一下自选班位抽卡吧 好像都很好奇这个自选班位啊 谢谢大家的小星星 Let's go 60抽必定会黑屏啊 看一看60抽之前能不能黑啊 这里给大家打一个小小的赌啊 我觉得我自选班位刚才选的那些事成一个都不会出 看一看自选班位是不是真班位啊 这一次抽卡是不是都算入星源积分啊 是的 我抽完这个十连抽点开我的星源商店给你看一下吧 都算的 好刚才的话是4020啊 这里可以看到已经变成了4120 来这里我再来个十连抽啊 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两个卡车都可以积攒星源积分 星源积分不会轻的 因为这一次毕竟还没有到要清空的时候啊 要等到下一个本家的SP或者SS2事成上线以后才会 嘿嘿嘿嘿 好刚才可以看到还这还有个特效啊就是星源这里话有一个刷新的黄色特效 谢谢上帝是个萌萌的白银宝盒 继续 现在已经抽了两个十连抽了呀 再来 随着十连抽的提升到了60抽以后他就会必定黑屏了嘛 好 不要 你说什么 是谁 或者她 我break 还和她 こと 没 这 ora 我 어머 你 我 对呀 刚才把不知火的皮肤给抽到了 化成了鸡 现在都已经抽了40抽了呀 还没有黑屏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那应该就是出现意外了吧 第一番应该是黑屏 要吃保底了呀 下一期SP蛇定了吗 没有定啊 只是猜测 毕竟SP87大蛇预热这么久了 我就觉得差不多也该出了 520又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所以这个时候出SP87大蛇 其实还是很靠谱的呀 嗯 有点不开心呢 为什么是保底呢 以我这么欧的这样一个血统来说的话 不是应该直接一发就抽中吗 这里随便来画一个奇奇怪怪的两面符啊 好 这个是保底吗 好像是保底啊 画的怎么是地狮天哪 这肯定是佛佛呀 丸子头佛佛 好 这个时候的话 六十抽保底第一发 哎 果然画室之间是会互相吸引的呀 就像踢身死者之间会互相吸引一样 画室之间也是会互相吸引的 看到了我优秀的作画之后 玉藻前忍不住过来跟我交流一下绘画心得 我走了 第一发果然班卫名不虚传啊 再看一下第二发 可以看到我这边一杠零二杠零的话 都是班卫都没有出啊 来 继续 画一个妖刀机好了 好奇怪啊 为什么我这个画笔这么卡 卡顿呢 哎 是谁在阻止我做画 我不服 画一把刀 帽子都没有来得及画呀 为什么画起来卡卡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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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流畅的画笔 心中童子是刀刀在诅咒 ok 马上假拳突刚才已经说过建议了呀 如果只缺一两个SSR 我是比较建议拼碎片的 自选班位这边就算了呀 如果SSR缺的比较多 那肯定建议是两个卡池一起抽 那边联动池抽100 然后这边的话就抽自己没有的那些SSR嘛 还有40抽的话就要保底了 画个小指人吧 嘿 真的好奇怪 画小指人不卡耶 就刚才在尝试画妖刀机的时候卡了一下 哼 果然是妖妖刀机在使用神秘力量阻止我吗 有妖还有刀 为什么不是妖刀机 有妖有刀是妖刀机 有内海是罗马 懷舍版卡池 马上要出第二发保底了呀 感觉要出现一些我不想看到的事情啊 食言召唤成功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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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个BGM瞬间就变得逗逼了起来啊 还有30抽就要出现黑屏了 scribmon 许逗与茶 就是一招 这招战的夺额尽 这招战的夺额是出来仪iki的 解纳 刘洛徐 Operation 我怎么感觉好像我没有选择锦纳卢啊 讲道理 主选的第十天出现概率应该要更高一些啊 对吧 讲道理 我的主选不是 我的主选不是第十天吗 我不服啊 果然是BGM不对劲吧 果然 锦纳卢不在我的咨询里面呢 100抽这是第二次黑屏 确实啊 这个是没有保底的黑屏 那再来一次保底吧 我想看一看三次是不是都会全歪啊 但是不能再有第四次了 我的蓝票要支撑不住了呀 最后一次啊 第三次 我不信第三次还是班位啊 是吧 我不信 你信吗 我不信 所以 我 这个时候最后的二发十连抽啊 认真地画一个小鹿男吧 把鹿角给画出来啊 没错 我就是嘲讽小鹿啊 就算我画小鹿他也来不了 然后小鹿的PP上面 猩猩的PP 这个小鹿是不是把身体画的太长了点啊 小鹿好像 好像他的那个身躯 并没有那么长啊 画的稍微长了一点点啊 好那这一次如果没有黑屏的话下一发十连抽 不用十连抽啊就出三发吧 出三发的话就可以出现保底了 出七发七发保底 好一百五十抽的奖励已经给特了呀 来单抽四连抽 让我们倒计时啊 欢迎地试天加入 最后一抽用阿兽罗来画一下 看画阿兽罗能不能够召唤出地试天啊 六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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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五五 小鹿男十周年会加强 这个留到明年的愚人节在手吧 哈哈哈哈 头男 三 四 三 最后那个一的话就画一下阿兽罗 B剑们都变得欢快了起来 R 来那么在最后一抽揭晓之前 我还是再打开一下我的这个自选的概率UP界面 给大家看一下 我选择班位是哪些是谁呢 那么以下的班位的话呢 是主班地试天 辅班不见月 还有林燕姬 石灵 范四 阿兽罗 以及千姬啊 都随便选的SSR 来 单抽啊 画一下阿兽罗 阿兽罗的话呢 先把这个主体给画出来 然后阿兽罗有一头飘逸的长发 飘逸的长发 然后阿兽罗的坐姿比较的霸气啊 然后这个手的话呢 撑在这里啊 然后阿兽罗特点是他的背后的话 会有一些这个灵神体触手啊 把这个灵神体触手给画出来 好 最后一抽 保底黑瓶 那我就是 不愧是你自选班威 谢谢你自选班威 再见自选班威 那我这里的话也是一身试读啊 给大家看了一下什么叫做自选班威投卡 抽了157张蓝票 一共有三次黑屏啊 我们还是看一下黑屏的是哪些吧 没记错的话第一个是玉藻钱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谁 第一个是玉藻钱 第二个是锦拿罗 然后第三个是SP炼狱磁木童子啊 没错啊 谢谢你自选班威抽卡 那么这样抽了以后的话 大家应该也能够明白 为什么我都建议是 不是那些个真正的SSR 缺很多的玩家不要来抽这个自选班威了呀 自选班威不是开玩笑的 你选谁不出谁呀 好喽 那么现在自选班威抽完喽